可曾尝過 我可是窮人 我怎麼喝過這麼好的茶 這哪兒買的 監安城 怪不得 監安城買的呀 等我有錢了 我也要去那兒逛逛 難道他跟監安城 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唉 果然是慕容府的二公子啊 这藏书都是精疲呢 嗯 嗯 哦 哇 我帮你磨个墨吧 放手 请教导 去吧 ほら 多谢 慢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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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完 谢谢 好 多谢 宝儿 我们什么时候更新啊 舒明明都等着呢 来 我觉得我们这么编排别人 舒适不好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决定封闭了 别啊 朱婉 我可不想再去挑粪了 安啊 安啊 我们还有别的业务可以做 前人一样转 什么什么 快说 快说 晚点再说 朱婉 你今天怎么看这么累啊 别提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慕容冲啊 让我搞得浑身疼 竟然对我做那种事情 朱婉 好吃 好巧啊 阿弟 过来坐 咱们 福公子啊 别看了 快吃吧 冲地从不让别人坐他旁边 他却可以 连那个慕容宝都带上 别生气 就是吃顿饭而已嘛 祝婉 过来坐 还是坐我这边吧 洪高 怎么了 老爹 你是对我坐在我未婚夫君旁边有什么意义吗 坐我旁边 防止你惹祸 我 我坐在我未婚夫君旁边会很乖的 好了 阿丑 吃饭 好的 鹏哥 好 朱婉 你今日的学习怎么样了 我 阿弟教我教得非常好 是吗 是的 洪高 我一定会好好教朱婉的 我自然信你 来 你 这鸡腿啊 还是自己吃 朱婉正在长身体 它再长 那脑子也不会长的 它不配 你说谁不配啊 你给我 我的 你给我 放开 不知廉耻 我敢再不知廉耻 好了 要吃鸡腿的话 都外面再拿一个便是 不行 还给我 给我 还给我 撒手 我赢了 我赢了 是我赢了 我也没输 我赢了 我的 虎哥吃 这个 负庚子 吃 虎哥 吃菜 虎哥 吃 你今天是不是一定要给我够 你有完没完 优优独播剧场——YK 西风 拿双鞋进来 西风 西风 我腰带呢 西风 我腰带呢 西风 拿双鞋 西风 拿双鞋 西风 拿双鞋 这公子哥家的杯子就是不一样啊 喝酒都是甜的 不过这点东西 不值得我在下一趟山啊 我得再捞点什么 反正现在阿喜不在 我尽触自由 怎么了 我最近觉得怪怪的 有很多东西总是不翼而飞 还是诡异 你别想多了 也许只是你忘记放哪儿了 会找到的 不对劲 洪哥你最近有没有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倒是没有 不过学院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如果真的有窃贼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抓到的 也是 你看 你看 阿重 今日高院长在 你记得一定要把功课给准备好 放心 我已经完成得无可挑剔 来 洪二 把我昨日留的功课收上来 是 傅公子 先收我的 很好 傅公子 还有我的 阿重 我作业呢 我 刚刚我明明拿出来了 是不是放在书箱里了 没有啊 我方才明明拿出来了 我 我 不要 我 我 就 很 炼了 你 有 你的 还有 成功 保护夫人 夫人 保护夫人 保护夫人 果然神机妙算 走 慕容出闻 起来 慕容宝 你吃不吃 竹婉呢 我也不准 竹哥 好 大家 瞧一瞧看一看 这便是慕容府二公子 慕容冲 印有丝业 或真假实 假意赔实 慕容冲 意外少女梦的 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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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毛巾 拥有了它 四舍五入 就等同于跟慕容冲 一起沐浴洗澡了 来 我问一下 我 这上面还带有慕容冲的蹄香 今天青藏大帅卖 只要十两 十两 便可以让你身边的姐妹 羡慕嫉妒 当然也可以金架 二十两 我也有了 我出三十两 三十两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 三十两 三十两 说这么多 不是吧 我出五十两 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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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做生意 向来都是良心 从来不做黑心商家 五十两快看 来 好香 是我的了 我也想要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我还想要 烧完无躁 烧完无躁 我们还有下一个商品 是什么 还有呢 还有呢 慕容冲的鞋子 还有鞋子 鞋子 大家烧完无躁啊 没有买到的姐妹 每个人都会有的 慕容冲的毛笔 慕容冲的碗筷 慕容冲的书 还有慕容冲的洗衣脚盆 我 七拍价 十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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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出更高的 几万二十两 五十两 五四十两 三十两 我出四十 四十两 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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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 一百两 五十六 九十六 五十一 五十四 五十六 五十三 五十六 五十六 快 这慕容窗挺值钱的呀 姑娘 看上哪样了 那玉佩给我看看呢 这玉佩看起来是一对啊 少了一个 色泽一般般 水分不够 通体 浑浊 这样吧 无良言才 我 你不如去抢 抢哪有千转 那就 罢了一字 不能再多了 你这地下市场卖的这玉佩 来路应该不正吧 也是 我这万一买回去了 再被人找上门也挺麻烦的 行吧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手交货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我 你先吃点东西垫垫 你先吃点东西垫垫 小卢 我终于找到你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瞎说什么呢 你竟我命大着呢 自从你上次被抓走以后 我不熟悉这里的地形 也打不过那些乞丐 没地方住 也没饭吃 碰到几个好心人 试试我几个馒头 我才活下来的 那你不是说没啥 Hag companies 就算算这样 这么你有 primer 坏玉佩 在那你いる 远不让你我尽过 打得很固定 很难不圣 你当然你们可能做不到 awsze 小姐 當然是假的了 那你這不是騙人嗎 說來話長 一句兩句的也說不清楚 我晚點再給你解釋 反正你記住了 現在我就是慕容豬婉 慕容豬婉就是我 千萬別給我說漏嘴了 小儒 不 豬婉姐 我聽說慕容家很危險的 雖然那裡很好 但是你還是快點逃出來吧 現在還有點事情沒有解決完 你別擔心我 我這麼厲害肯定沒問題 你把這些錢拿著 等我事情辦完以後 咱們就換個地方 去買個大宅子 阿長 你若我們倆都不知道 自己的身世 有沒有可能 我們的父母還在世 我們也有機會找到他們 喊他們一聲爹娘呢 我從來都不敢這麼想 現在 我的家人只有你了 沒事啊 阿長 萬一我找到了我爹娘 我就讓他們認你做兒子 諸彥小姐 二公司請您過去 諸彥姐 行我場面 你擁抱大賊 擁抱넣 你父母 阿爹 朱婉小姐 你怎么敢冒充朱婉小姐 你是谁 你 你又是谁 你忘了吗 她是你的乳娘啊 完蛋了 乳娘啊 许久未见 我都快忘了 二公子 你一定要替朱婉小姐 申冤哪 别装了 说吧 是谁派你来的 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就是慕容朱婉 二公子 自打小姐出生时 我就一直服侍她 直到两年前我男人离世 家里是老的老 小的小 我只能离开小姐 回到了老家 你的样貌虽然与小姐很相似 可你眼中的神采 是截然不同的 我断然不会认错的 我一直想了 正事 你先下去吧 你这个坏女人 慕容夫人也没告诉我 有这一出戏啊 我这不是要再用发灰了吗 我承认我不是真的慕容朱婉 那你说 是谁派你来的 你娘 一派胡言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日你身中剧毒 你娘用真朱婉 和你一命换一命了 不然你以为 你的毒是怎么剪的 慕容朱婉虽然自幼痴傻 但她却是盟主最疼爱的孩子 你娘为了隐瞒真朱婉 已死的事实 所以让我来客串两天 你说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 你和你娘好吗 不可能 你在说谎 我 我娘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就去问你娘去 反正你的命 就是用别人的命换的 母亲 现在那个朱婉定然是假冒的 您莫要被她哄骗了 崇儿莫要多疑 她就是你的姐姐 慕容朱婉 可是她 你父亲不日就要出关 她从小爱护主婉 她从小爱护主婉 你定要与她和睦相处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说啊 你也不要太难受 这事儿也怨不得你 你不知情啊 所以 你才更要带着 珍珠婉的血 好好地活下去 让她没有白白献出一条生命 我想知道珠婉葬在哪儿了 想去祈拜一下她 那你可真得失望了 哇 那天一个雷果砰 就炸了 她烧起来了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她葬在哪里 我一定会给朱婉一个交代她 那 那个 乳娘怎么办 我慕容家 想要藏一个人 还不是什么难事 好了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要留几日 我相信阿弟 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 那我就先走了 好 谢谢 村子 大家好 好了 娘 我这毒是怎么解的 多亏了云鹤倒长 她忙了一年多 终于配置出了解毒的灵药 结果怎是意识 您就同我说实话吧 血骨并非传闻中那么难解 你要相信云鹤道长的医术 我在境地碰到了朱婉 我也将她接回到府里 以后要与我们一起同住 她自笑赤傻 以后有些事情 你还是要多担待些行 那夫人已经进入圣月山地界 有回信说 她已经指认朱婉小姐是假冒的 我只想娶盟主的女儿 至于她是不是假冒的 我不在乎 那这夫人 老伯请留步 朱婉小姐 老伯 你不必如此客气 老伯 我瞅着你很眼熟 您是慕容家的老人吗 算起来 老奴自十岁来到慕容家 现下已有四十余才了 那老伯 那您可看过有什么亲戚 和我长得很像的那种 比如说 我母亲的 我母亲的 我乃一介奴夫 怎敢妄议主家之事啊 万万不可啊 万万不可 让老夫好好想想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 谁啊 有点模糊了 哎呀 我想想啊 想不起来了呀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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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这么一个人 是 张姨娘有个妹妹 后来嫁入了周家 生下了一女 与您十分相像 他们 来过一次圣月山 不过 后来就没消息了 那 那现在可还能找到周家 这 这怕是难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这个院子里啊 有一座藏书阁 那里边啊 收集着盟主当年搜集的江湖 各派的情报 里边啊 说不定 会有周家的记载 那藏书阁在哪儿呀 在 在那边 不对不对不对 也不对 在那边 也不对 在哪儿呢 你瞧我这脑子 是 我想起来了 在二公子卧房附近 二公子卧房附近 慕容冲房间 旁边就是藏书阁 我 嗯 有事 神鸡汤 神鸡汤 南城市厨房 我先填饱肚子也行啊 神鸡汤 嗯 娘 神鸡汤 娘 神鸡汤 你怎么进来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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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出去 二公子 急报 你别找找找地方躲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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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密报 张氏 死了 好 好 好 慕容忠 你枉为世家子弟 你不是说你把他关起来 你怎么连个富人都不放管 你草贱人命 我走 慕容忠 你闭嘴 慕容忠 男子汉大丈夫 张氏 你敢做你怎么还不敢认啊 张氏 你这 你都这么卑鄙无识下流的事情 你给我出来 你为什么你又 你 你 放我下来 你 放我下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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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程儿居然都知道了 你 你放开我 你想干嘛 我劝你不要忘记我的身份啊 我再告诉你一遍 张氏不是我杀的 你放屁 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除了你还有谁啊 张氏刚来的第二天就死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 我合理怀疑你在撒谎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 张氏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也是你娘杀的 我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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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哥的玉佩怎么会在你这儿 你管我 定亲信物不行啊 还给我 我的东西为什么要还给你 还给我 你干嘛 你你要是不走的话 我就脱衣服 你 来啊 我只是急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究竟是谁杀了张氏 我不会 问皇军 战兔 战兔 老王 说 进 Shoot 将军 你这个夹 在抗衡 是 那是谁与圣日山有关呢 并未 你怎么知道 感觉 江湖 波澜 走走走 出去 奇怪 真行 夫人 果然是我的儿子 成大使者 必不可心慈手软 夫人 想来二公子是为了保护您 才将那张氏暗杀 冲儿自有良善 如今 能做出此等决定 倒是叫我颇为欣慰 夫人教导有方 冲儿 朱婉之事记忆知晓 切勿生长 你父亲出关在即 未免动荡 勿叫他人生疑 切勁 切勁 月色焦 寒冠如夜 清风未了 乱纷扰 如烟似起伏朝朝 醉我云霄 只比月染你眼龙毛 情节难挑 如青丝缠满 夜年少 路边风声突起了 好剑法 阿冲 昨日一日未见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下山置办了些物件 给求生演练做准备 你我二人 打小置办物件都是一时两份 你的那份稍后会有人送来 好 那我们先进屋坐坐 走 来 这是我今天刚刚采摘的水果 给你来尝尝 来 给 对了 红果 我已经追晓你登玉佩的蛇 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 你知道 又是朱婉那家伙偷的 实在是过分 阿冲 你还是不要太为难朱婉了 也是 它的确不重要 对了 昨日我在山下听闻传言 城中最近出现了一个 名为暗刃的势力 极其危险 还有一个神秘组织 叫贤若阁 也是神出鬼没 西风竟然调查不到半点的踪迹 极其可疑 虹哥 你可曾听说过 现在江湖上又不太平了 想必都是为了山寒秘籍而来 虹哥 你作为佳安城城主的继承人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不如 你与朱婉换房而居 你住我旁边 我也安心一些 我能照顾好自己 毕竟朱婉她是个女孩子 你应该多多照顾她一些 她 我能照顾好自己 我能照顾好自己 若真有什么事啊 她逃跑的功夫可是一流 她毕竟是你姐姐 你还是得多敬重她一些 你要去圣月山 大哥 大哥啊 这红二 怎么说也是您的轻生骨肉 她这一早就是十年 我这当叔叔的 真是于心不忍啊 若不是因为她 我的爱妻也不会离我而去 大哥 这 大嫂难产而死 那纯属意外 这 这红二可是无辜的呀 她的事情 无需向我禀告 不许可 少爷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慕荣家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此事颇有蹊跷 若真是慕荣家所为 定会将痕迹处理干净 怎会让你我调查得如此顺利 那少爷觉得 真相究竟如何 先别妄下定论 不热二叔将来到圣月山 此事就先放一放 是 福宫 贵客 贵客 各位长 别来无恙啊 福宫 夺日不见 尽来可好啊 托您的福 一切安好 那就好 那就好 红儿 过来见过你二叔 阿叔 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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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他 佛宫 多年不见 你见说了很多啊 红儿与月发得挺拔拉 多谢高院长 这么多年对我家红儿的关照 哪里哪里 红儿聪颖过人 是小辈中的佼佼者 我能得此学生 那是我的姓氏 院长过誉了 冲儿 二叔 你也长高了不少啊 这些年 红儿只要来信 就会对你夸赞一番 也感谢你这么多年 对我家红儿的照顾 二叔严重了 我与红哥秉心互补兴趣相投 得此之谨 是我之幸啊 红儿 浮宫一路周车劳顿 今天你就不用去学堂了 陪着你二叔好好说说第一几话 哦 对了 这是我建安城略表的一番心意 感谢院长对我家红儿的关照 请您孝满 浮宫 您太客气了 浮宫子看起来很有钱啊 那当然 那可是建安城 听说里面金碧会还 堪碧皇宫 连宫筒都是金的 真的假的 那是肯定啊 这么有钱啊 建安城何等繁华 福家已经是当地首富 可是看浮宫平时的吃穿用度 看不出来他是个富二代啊 这你可有所不知 浮宫子自幼养在圣月山 建安城的同仇为沾染其分毫 那看起来 浮宫子那些礼物 也必定不是俗误我 你又要干什么呀 我可告诉你 那些礼品定有高手保护 我不干什么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自从上次你让我假扮 你被堂哥发现 我都快被吓吐了 你可千万别扔麻烦了 安了安了安了 天气炎热 咱们进学院里说 好 请 请 请 皇儿 走 好 前脑 好 我就是 你去看 你去看 吴 Knox 我们见面 走 你去看 空 将来 我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 二叔 请上座 二叔 喝茶 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二叔 您这说的是哪里话 我在这里 吃喝俱全 谈不上受委屈 二叔知道你心里苦 可是 你真的不能怪你父亲心狠 他有他的苦衷啊 二叔 您不必多言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你真的不能怪你父亲心狠 你别说了 今天难道我们数가相见 我们聊点别的 or 我看见我 把我发现的 你因为看见你 我看见你 你应该的 要得救你 我看见妳 我看见你 她的 有什么 你如果是辞职啊 乌呐 我记得过 你应该算是 他答应你 咱们一句话 今日没见到他呀 女孩子 脸皮薄一些 看样子你和朱婉 朱婉甚好 气势如此 我便去慕容家提亲 让你们早日成婚 谢谢二叔 朱婉 朱婉 高点 二姨 朱婉 你这是在画什么呢 这个叫藏宝阁 这不是慕容府旧宅吗 你去过 小时候去过一次 但这个宅子困了很久了 你画他做什么 寻 宝 哪里有宝贝 当然没有啊 那你画这个做什么 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不要管 阿宝 既然你去过旧宅 那你知道藏树客在哪儿吗 不知道 你发财了 谁叫咱们是好兄弟呢 送给你了 我 这不能吃 这是 保娇用的 拿人身保娇 当真赦命 这可以 没出发 没出发 无论 你 这主宪 乃艺末 的张圣明珠 你们有朝一日成了亲 这山海秘籍 二叔 我忠诚于主宫 并非因为秘籍 你是我的亲侄子 你的心意我还不知道吗 只不过这山海秘籍非同一般 江湖百家都想占为己有 这朱婉从小单纯 可是盟主未必不会将此秘籍 传于他最宝贝的女儿 若有一日你得到了山海秘籍 一定要告诉二叔 二叔定会保你二人周全 红二知道二叔忧心 红哥 红哥 阿冲 你怎么来了 二叔 冲二 二叔 这是我生日山的特产 特意为您准备的 好 快坐 我说近日怎么不见阿冲 原来是去给二叔 寻找当地的特产 来 喝茶 谢谢二叔 这江安城离圣月山山高路远 二叔来此不宜 我便一次寻了圣月山 四季特产来送给您 顺便也让你知道 红哥在我圣月山 四季的伙食如何 让你安心 冲儿真是有心了 这些特产啊 二叔特别地喜欢 喜欢就好 此事 这不对 这是慕容虫洗澡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重点 哪个是藏书阁呀 就在这附近 旧宅的藏书阁很小 而且藏书也不多 但是打破宝贝的紧 谁也不让紧 阿宝 下课来我房间 我还有好东西要给你 干什么 你还不让田下 还是你们两个年轻人 话题多啊 我呢 正好找高院长 有些事情 就不陪你们闲聊了 随后 我便去你们慕容府拜访 二叔 我送送你们 不用了 你们聊 二叔慢走 好 好 阿寶 你等一下我 對了 朱文 過幾天就求生演練了 你準備好了嗎 不過就是求生演練而已 你站著做什麼呀 快過來做 我 我 隨便坐 坐地上 不然呢 我送你的禮物 你快看看喜不喜歡 這是 送我的 我 常美所 我的 喜歡嗎 喜歡 我要去給師傅看看 阿喜 你回來得剛剛好 我有個禮物要送給你 我看到你總穿著一雙破舊的鞋子 我給你買了一雙新的 你一會兒試試 合不合契 見到我回來 你很開心 不管怎麼說 咱們現在也算是朋友 朋友 難道不是嗎 拿著吧 拿著吧 你為什麼 哪有那麼多為什麼呀 沒什麼 朱文 魏公子 你這是做什麼呀 過幾日就是求生演練了 我想你也沒參加過 定不知道要準備些什麼 所以我準備東西的時候 就給你備了一份 那 我這沒什麼好東西 那 這個給你作為謝禮吧 謝謝你啊 不用那麼客氣的 你拿著吧 阿喜我還有事 我先走了 你幫我把屋子什麼都收拾一下 還有這些都收好了啊 然後再拾一下 放下吧 放下吧 你来干嘛呀 我怎么不能来了 傅公子 我这次下山给你买了好多礼物 我给你看看 轻条 这些都是上好的笔墨职业 都是南顺斋的 好贵的 我花了大价钱 还有 我知道你喜欢乐器 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 叫香念的玉霄 可能不如你用的名贵 但是倒也还算轻雅 还有 还有 这些书籍和诗籍 都是送给你的 都是给我的 我圣燕山什么美好 要你来做这些无用的事情啊 这怎么能叫无用的事呢 这我送的都不叫礼物 都是新衣 新衣 对了 刚好你也在这儿 我跟你也买了礼物 免得我专门给你送的 别嫌我抠 别嫌我抠 你快看看 这个玉霄我爬了好久的队 才买到的 什么乱笑走走书籍啊 谁要这种东西啊 有事 红哥 我去准备一些求生眼帘的事情 好 就先走了 好 这个送给你了 你明知阿冲易怒 怎么还如此逗她 谁让她老欺负我 朱婉 你送的这些礼物 我真的很喜欢 对了 我的玉佩 对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你快看一下 这个是你的吗 这的确是我的玉佩 怎么会在你那儿呢 我就知道 我在山下看到有人在贩卖 我就估摸着玩 可能是你什么时候不小心丢了 我就花大价钱把它给买回来了 怎么样 我机灵吧 机灵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块玉佩 这块玉佩 和阿冲的玉佩 本是一对 既然她的玉佩 也在你那儿 那便送你了 你听你这么温柔 这谁能当得住啊 福公 你大驾光临 以令慕容夫妇 是你训练 家里人不训练 你说 这个很笨 就是这一句 你训练 得实在安全中的 我命的 所谓的 用马人娘我 在西方方方方方的 关于红二和慕容大小姐的婚事 若二位没有反对意见的话 我金安城便送上聘礼和聘书 红二和朱婉的婚约 是幼时定下的 你我两家又是门当户对 并非儿戏 只是盟主还在闭关 朱婉的身体又刚刚好转 副公 劳烦禀告城主 等盟主出关 到时我们再商讨她们的婚事如何 夫人所言极是 盟主爱女的婚事 必当盟主亲自商讨 那我回去禀报城主 等盟主出关之后 我与城主在登门拜访 好 到时我夫妻二人 亲迎你和服城主 韦儿 福宫一路周车劳顿 不仅仅是权劳顿 你需要好生款待 服宫若有什么要求 你定要全力携办 是 穆琴 多谢夫人 服宫 你暂且休息几日 莫要急着回去 盟主不在 我们母子若有照顾不周 还请您见谅 慕容夫人 您太客气了 请 服宫 此事旧宴应该已经备好 还请服宫 一步入席吧 李欢 看住了大公子 是 夫人 福宫 我们可以 的 人 爷爷 慢点 您是的 您选择 几罐龙戒 您回去后 也可与浮城主共品相命啊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公子 虽然你我二人 从小到大 都未曾将这圣月山走完 可每次演练 无非就在这几座主峰周围 魁首 也肯定还在你我二人之间 这一次 朱婉也要参加求生演练 他没有什么根基 我把会吃惠 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必担心他 他可以自保 这济安城虽然富属 但是却还是不及 圣月山物产丰富 这以后可都是你的了 洪哥若喜欢 我便分你一半 让你此生都想要快晃 阿诚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 对圣月山有觊觎之心呢 你我轻如兄弟 又何必分彼此呢 我的 就是你的 我